女孩刚捡起地上的刀立在身前 男人便扑了过来 正巧穿过刀子 死在了她的身上 亲手杀死一个人 让女孩忍不住哭了起来 即使这个人最大恶极 事情还要从上午说起 因为还要上学 小翠独自留在家里 她将父母送走后 高兴地来到学校 就在今晚 没了父母的约束的女孩 邀请篮球队的队友们 来家里参加设议派对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有一个连杀五人的电钻狂魔 盯上了他们 她跟着她去了学校 大学校园里 女工为修好电话 回到自己的车子旁 好笑地看着那两个 互相打闹的男孩 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 将女人掳进车里 车门迅速关闭 没人发现正在哭喊求救的女工 电钻男把人按在地上 随后拿起电钻 在女人的额头上钻出一个洞 无人注意到车里的犯罪 此时小翠正在和队友们训练 激烈的比赛过后 女孩们收拾好自己 一起上外面走去 路过车子的时候 他们没有发现 电钻男正躲在里面观察着几人 而女工的尸体 就扔在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脑门上的洞十分明显 这时小粉发现 她有一本书忘了拿 急忙回到体育馆 可当她准备离开时 就发现大门全部被锁上 她用力拽着门 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电钻发动的声音 赶紧转过身 躲过电钻男的袭击 却还是伤到了胳膊 小粉起身就跑 与男人玩起了躲猫猫 但胳膊上的血汹涌而出 随着电钻男正在门外 发现从门板下溢出的鲜血 立马明白人躲在了哪里 用电钻在门上装了一个洞 随后一阵精力的叫声响起 想撤整个体育馆 没过多久 电钻男跑了出来 准备去找其他女孩子们 此时女孩子们已经各回各家 夜晚很快降临 独自在家的小翠 在和好友打电话时 发觉有人进入她家 她来到门口 看到微微敞开的门 以为是自己忘了关 把门合上后就跑去练琴 楼上突然呈来脚步声 小翠吓得向门口跑 一只手拍上她的肩膀 她这才发现来人是邻居 对方放心不吓她 特意过来陪她一起等队友们 没过多久 两个女孩过来了 邻居便向小翠告辞 屋内一向成了女孩们的乐园 他们嬉笑打闹 等待剩下几人过来 嬉笑声传到对面的屋子 小丽默默拉上窗帘 同样是父母不在家 这里却尤为冷清 只有她和妹妹两个人在 小丽也想参加派对 但她和其中一个女孩有过节 便以照顾妹妹为友 拒绝了小翠的邀请 可看到欢乐的三人 她又有些后悔 小丽强压下心中的苦涩 跑去翻看杂志 外面突然传来 众无倒地的声音 认为是狗翻倒了垃圾桶 她跑出去把东西扶起来 就发现一旁的摇椅 突然自己摆动起来 女孩有些害怕 飞快跑回家 正在家的小翠 则迎来了另一名队友 人差不多到齐 女孩们聚在客厅 换上各式各样的睡衣 他们没注意到 两个不速之客 正躲在外面偷看 为了今晚的狂欢 女孩们各自准备起来 虚如妹去取柴火 一把刀突然劈到 她面前的木头上 将蜗牛砍成两半 女孩吓了一跳 才发现 是出来练杀蜗牛的邻居 她松了一口气 抱着木柴 快速离开这里 邻居则去找其他蜗牛 没注意到电钻男 就在她的身后 电钻穿过她的喉咙 堵住了未出口的呼吸 不远处的小色和好友 隐隐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却没有在意 当下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还是如何混进小翠家里 好友想到了办法 两人想车库跑去 屋内小翠感觉到有些冷 跑过去关窗 就发现外面有个 探头探脑的男人 女孩有些疑惑 询问好友是否关好了门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窗外多了一个浑身是血 身上还插着刀的娃娃 小翠吓坏了 以为是哪个男孩的恶作剧 她有点不放心 决定去检查下车库 虚如妹陪她一起去 所以他们没看到躲在里面的电钻男 高兴地回去参加派对 屋里的灯突然灭掉 女孩们再次来到车库 准备更换保险丝 奇怪的是 保险丝并没有烧毁 只是不见了 后方常来声音 女孩们发现 捣鬼的小翠两人 带着他们离开 就这样男孩们成功混入其中 没过一会儿 薰荣妹溜了出来 与自己的男友会合 她将人带进车库 所谓小别生新婚 两人迫不及待亲热起来 按照恐怖定律 这两人一定活不久 果不其然 在薰荣妹去找小翠的短短时间内 电钻男钻掉了男友的头 等女孩回来 看到死去的男友 她吓得大叫起来 不停按着喇叭 想把同伴们引下来 但屋里内人并没有听到 而电钻男也站在了车外 打破了车玻璃 薰荣妹急忙向外跑 却没跑过男人 同样被可怕的电钻杀死 另一边小丽又听见 垃圾桶倒地的声音 她忍着害怕 跑出去将东西扶起 就被自己的妹妹吓了一跳 姐妹俩一起回屋 没过多久 她们听到了尖叫声 可当她们仔细听时 一切又消失了 两人便以为对面在玩游戏 重新回到屋内 而小翠这边 她向小瑟两人提起 之前的恶作剧娃娃 却发现对方一脸茫然 还想要再问 门铃响了 她定的食物到了 女孩急忙去厨房拿钱 小瑟两人则去开门 等来的却不是期待已久的披萨 而是死相的凄惨 在眼睛处钻了两个洞的送货员 小翠吓得大叫起来 声音以来其他两人 女孩们接连发出惊呼 她们猛地关上门 小翠跑去报警 马上就要说出自己的住址 电话线却被剪断了 因之前她们正在和教练通话 听到尖叫声的女人 有些担心 请求小莉过去看看 但害怕也害了她 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决定亲自过去 另一边好友想到对面的小莉 决定把她也喊来 一起齐心应对这场危险 她们少量好对策 不同的门跑出去 小翠走的是吃苦 在门口她看到了惨死的薰柔妹 还没回过神 电钻也在她胸口钻出了一个洞 因电钻男在她这里 好友顺利地来到小莉家 用力拍着门 但女孩正在看电视 完全没听到 她急坏了 见到追来的电钻男 和她扭打起来 小伙子年轻力壮 电钻男未必是她的对手 没想到男人玩鹰的 靠着咬人成功抢下刀 将好友杀死 随后电钻男扛着尸体 回到吃苦 将她和其他几具放在一起 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小瑟竟然没死 还逃离了这里 男人有些不爽 屋内三个女孩 不安地看着送货员的尸体 他们决定给尸体盖上毯子 没想到大兄妹 看到一旁的披萨 竟拿出一块吃了起来 这心大的模样 让剩下两人不知道说什么 这时他们听到拍门声和哭泣声 小翠举着刀小心地走过去 看着门下的阴影 就在三人思考 要不要开门时 电钻男找过来了 彻底将小瑟杀死 女孩们吓坏了 急忙逃回客厅 大兄妹听到门铃声 以为是救兵来了 匆忙跑下楼开门 时至刚一开门 就被躲藏在外面的电钻男抹了脖 坠下来的小翠两人吓傻了 迅速往楼上跑去 他们跑进卧室 用柜子顶住门 惊慌不安的时候 两人听到小莉的声音 正想着要不要下去找人 声音又不见了 这样小翠不由得怀疑起 电钻男是不是小莉过来的 金发妹不敢相信 两人讨论着 没发现电钻男从窗户爬了进来 直到男人站到他们身后 两人赶紧逃跑 小翠找到一根棒球棒 将电钻男打晕 然后赶紧和金发妹 去搬堵在门口的柜子 本事用来保护他们的东西 现在却变成了催命符 而电钻男很快清醒 捡起地上的刀锥了过来 她杀掉了金发妹 让她遗憾的是 小翠从门缝中钻了出去 男人追出去 快速搜寻起来 把可藏人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 小翠就躲在衣柜里 外面小丽寻找着自己的妹妹 完全不知道 自己间接害死了两人 终于找到妹妹 两人进入小翠家 妹妹总觉得 这五子让她有些毛骨悚然 她打开冰箱 想找点喝的 却被小丽制止了 其实 只要她往里面看一眼 就能看见金发妹的尸体 冰箱来回开了两次 两人就没有发现尸体 但妹妹最喜欢和小丽唱反调 她直接打开冰箱 尸体掉了出来 女孩发出一声尖叫 向外面跑去 小丽便回到厨房 她同样发出尖叫 跑出了厨房 就发现电钻男 准备下楼的影子 赶紧喊妹妹逃跑 她则躲进了楼梯间 电钻男并没有去找姐妹俩 她把送货员的尸体 从沙发下拖出来 扔进了楼梯间 然后满足地拿起地上的毯子 露着心爱的电钻睡觉 这时教练找来了 看到地上躺了一个人 她好奇地掀开毯子 就看到一个双目圆睁的男人 脸上还却是血 害怕地喊了起来 电钻男追了上去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躲在沙发下的妹妹 楼梯底的小丽 以及衣柜里的小翠三人 各自寻找着能用的东西 小丽找到了电锯 却因为线不够长 出不了楼梯 妹妹看着越靠越近的电钻男 伸脚将她绊倒 而小翠从楼上奔下来 将刀送进男人的身体 她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 将脸扑过来 将她扶到一旁 没想到 毫发无损的电钻男挥舞着电钻 割破了女人的肚子 随后她看着小翠 精神有问题 就在小翠惊恐不安地 看着电钻男时 小丽挥舞着大刀跑了上来 将电钻男驱赶到泳池边 一刀砍掉了钻头 这一举动 惊叹了男人 女孩已再接再厉 剁掉了她的手 看着逐渐逼近的男人 她又一刀劈下 将人打进了泳池 血将池子染红 小丽筋疲力尽地跪坐在地上 妹妹找了过来 和姐姐抱在一起 没想到 电钻男生命力顽强 就这样还没死 她爬了出来 朝姐妹俩扑过去 要杀死小丽 女孩急忙躲避 小翠也跑出来阻止 三人合力杀死了电钻男 结后余生的他们痛哭起来 警笛声响起 电影结束了 这部电影名叫 《电钻狂魔》 全片几乎没什么剧情 就是杀人狂在那里杀人 然后女孩们在反杀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师姐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